7T近日风波不断 除了成员DK陷入牵手不敬夜怡云 粉丝更发现7Ting周边是用去年重制后的旧产品再次贩售 最近偶像粉丝见面会周边商品 有粉丝在推特上晒出成员原有 在2023克拉岛的小卡写上 《惊叹号》和《加油加油》的可爱字样 但是跟2022克拉岛的文字一模一样 而且不止原用的卡其他成员也是 让网友们气氛表示还不如不要放呢 看商品贩售的页面简直是可以像消保官伸数的程度了 而且还把应援的自模糊处理 当作是新商品一样在贩售 真的非常没诚意 好像害不其下艺人的周边都发生过回收再利用的事情 之前Moa也有反映外套标签是Newest 而7Ting在Platys独立营运时期 没有出现过这么离谱的周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